台北市府市長 翁山山 帶隊來台北黨府 調查駕店含酒館 接著一個 又在做組織健康管理名將 走來駕店算 現場而已 為貴名將 直接叫衛生局創造 也會貴重開發 我回來一趟已經十萬了 對不對 好啦 我跟你說沒辦法 這真的沒辦法 阿朗表露這個三十歲 丹先生也一樣 在你機閣檢驗的期間 二十八號借檔出來 二十五號就拔命了 走去銀行ATM而已錢 違反居家簡易規定第一次 我們通人會騎人摩托跟著你後面 那你如果半途跑掉 那你又再次違反 丹先生想要拜託警察不要通報 不過防疫哪有可能放他什麼 警察騎都不會對抖去 警察在順路 看到這個男人 在ATM領很多錢 懷疑是車手規矩的調查 調查出它是機閣檢驗的民眾 由中國尚害回國 所違反防疫的規定 如果要讓送去一張檢驗所檢驗 該付一天三千塊入管的費用 也要控制十萬塊的貨金 防疫追蹤系統 經過手機定位之後 如果有擅自外出的情勢 就會發出告警的訊息 台中民證據說 機閣檢驗民眾手機 會有控油對中系統定位 頭走出去 警察都會知道 不要隨機人家比較前 不過如果是挑戰不走手機出門 雖然沒辦法第一時間給他發現 那是求警察的人減起 這是警察孫的發現 對方加重出發